今天就在这准备休息一天了 不那么早了 然后享受一下美好的天气 彻底的放松一下 然后喝杯咖啡 从多伦多出来往东走了 这一路不论从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色 都非常的雷同 也没有什么特点 所以说记录自己的生活就比较少 就有更多的时间 享受这种休闲拖揽的这种生活 每天喝点咖啡 每天喝点咖啡 每天坐这欣赏欣赏 加拿大不长的夏天 加拿大的夏天是非常的短暂 像在安省南部呢 也就是在 5月下旬到 到9月份 到9月上旬 到9月下旬就开始凉了 就有一些个空闲的时间呢 就刷了刷新闻 不过呢 这两天呢 看到了一个一则这样的新闻 加拿大移民部公布了联邦异议 也就是 也就是 把联邦移民的快速通道 英文是 express interest 然后他公布的这个主要就是 呃 优先职业类别 可以 在移民快速通道中呢 等候的时间更短 所以他们能够快速的进入加拿大 并为加拿大的未来呢 做出贡献 简单说一下 什么是加拿大的移民快速通道 也就是常说的意义 就是英文名字就是 express interest 这呢 不是一个移民的项目 是联邦 针对 移民申请的审核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有多个方面的打分要求 比如说 像年龄了 职业了 学历了 呃工作经验了 嗯 这 这些都是 啊 还有那个 英 英语的熟练程度 或法语的熟练程度 都是这里打分的一个要求 但是审批呢 就是从分数从高到低 然后进行 进行那么审核 多数情况下呢 80%的 呃 申请者呢 呃 一般的是在6月之内 就能拿到批准 就可以拿到了永久居留 但是呢 这次新证出来以后 呃 他的打分标准呢 就是按照职业类别的优先顺序来进行打分了 这样来讲 如果你的申请的职业类别呢 是在这个 优先类别里的 然后你你的等候时间呢 可能会更短 就是获得批准呢 是 更快一些 加拿大 加拿大作为移民开放的国家呢 联邦政府计划将从现在人口 3800万 呃 上升到 2025年的4000万 左右 根据这一计划 每年的移民人数大约在45万到50万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 同时 也为满足加拿大的就业市场要求 每年呢 也是根据加拿大的就业市场 的需求呢 做出相应的改变 提出 不同的职业优先类别 今年公布的职业类别呢 一方面他强调了 法语的熟练程度 法语是优先考虑的 另一方面呢 在以下的领域或学术 以及工作经验上的人士呢 将会获得优先的考虑 一个是 医疗卫生保健 第二个呢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方面的 第三个就是 建筑行业 比如说像木匠啦 水暖工 和装修承包商 第四个就是运输行业 第五个就是农业及农产品相关的行业 这五大类的职业类别呢 将在今年的夏天开始实施 今年提出的五项要求 加上法语优先呢 可以说是六项优先职业的类别 对于申请人来说 有这几项的其中的一项 就能让你在等候的时间呢 就会缩短 能够更快的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 快速的进入到加拿大的就业市场 今年呢 他特别强调的是法语 重新进入到优先类别 还有就是医疗保健 今年这个法语的要求呢 实际上也是针对魁北克要求的 可能过去 由于法语的熟悦程度呢 不如英语呢 很多人在拿到永久居留之后 就都从魁北克 搬到了说英语的地方 当这些专业成为优先的职业类别审批 对于那些 没有学历竞争优势 从事的工作替代性高的呢 申请人来说 恐怕要等候的时间更长 才能获得 加拿大的永久居留 与这个新政推出的同时呢 还推出了一个 变民的一个 就是说新政 就是针对团聚移民的 团聚移民呢 过去就是说 申请家庭递交了之后 就要在 如果在境外的就要等候 当拿到 批准之后呢 才可以进入加拿大 如果人已经在加拿大的 在等候期间呢 也是不能工作 这次呢 他推出了一个临时居留的签证 就是 针对这个团聚移民的 当家庭 递交申请之后 这些等候的人呢 就可以进入到加拿大 同时呢 加拿大政府呢 也会 可以给这些人 或者他们 欠发就是开放式的工签 使他们在申请后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 家庭上的经济压力 就会减轻了很多 因为他们可以在加拿大合法的打工了 也不必 有那种家庭 的分离的痛苦 这两个新政加在一起 对于属于这五类 职业优先类别的 的申请人来说 以及家庭团聚 的申请人来说呢 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次见